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详细的工程简报 我们也看到人物从过去的这个工业区的印象 逐渐转移成这个宜居生活区 当然这个也要感谢大家在座的努力了 紧接着上来我们首先呢 也要邀请到我们提供这个场所 我们中山大学郑英耀校长 先上台来为我们致辞跟大家说几句话 有热情的掌声来有请我们的郑校长 史副市长 我们邱立伟 还有我们议会的江议员 张议员还有邱议员 以及吴议员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好朋友 特别我们养工处的团队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跟你们一起说 让我先拜托把养工处的团队 让我先来吹嘴 持平安论 我今天九点 多一点点我就来到这里 我整个校园里边转了半圈 让我非常的感动 中山大学 从五年半前我接任校长 事实上每一次的议会的开议 总有市府的团队打电话进来的校长 人家在说你们人有校区 你们到底是有要开发吗 我想随着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 我们看到这个城市越来越美 它一直在想办法整个团队在创造 让市民朋友有幸福的感觉 我们希望它就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城市 健康的城市 友善的城市 有文化的一个国际看得到的一个城市 那么也感谢包括邱立委 我们中山大学 在学士后医学系的一个深色 我们许多 这个在地的立委 包含跨领域的跨区的立委 许致杰立委 我们刘四方立委 都非常积极的在为中山大学校务的发展 其实我要跟我们人武校区的 所有的在地的朋友 人武地区在地的朋友 做这样一个分享 中山大学 成立后医系 成立医学院 对中山大学的发展是小 但是对南台湾这个城市的 这个居民的一个健康照顾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 这才是我们所在意的 所以这块土地 我们也感谢事务团队 包括市长的一个支持 我们会把这块土地 事实上我们之前就规划为医学院 那么也感谢我们邱立委 所有的立委 刘立委 许立委 很多人的一个 这一个积极的一个分手 我们的后医系会很快的 可以看到美好的结果 那么很快的 今年如果一通过 来不及招生 最慢明年会招生 那么我们现在也要跟 所有的在地的 所有的贵宾 包括我们在地的朋友 做这样 我们的第一栋的医学 教学大楼 已经在这个市政府建造的一个申请 所以只要下来我们后一期过 我们88建设捐赠的第一栋 医学教学大楼就在前面 已经都规划好了 我们马上就会动工 那么等这一个建筑物一好 我们明年 我们一建筑物一好 我们会有生医研究所做博士班 我们有医学科学研究所做博士班 精准医学研究所做事班 生技医药研究所做事班 跟临床医学博士学位学成 全部会跟后一一起全部 我刚才讲的那是都已经在中山大学 已经成立很久的 像生医至少有20年 我们培养出来的医生超过300位 做博士在生医所 我们的医生在做博 这个在生医所拿做博士超过300位 所以可想象的未来 这一块土地 它一定可以创造我们人物 大人物地区 非常好的一个生活品质 那我今天为什么会感动 是我们看到市政府 通常通常大学的校区 地方政府其实不会在意 要不要多种两棵 这一个要不要创造一个花海 我感动的就是我们市府团队 它并没有因为大学的校区 而忽略在整个城市的一个 美感经验的一个创造 这一块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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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印度池塘 春天 牙 树叶族 所有的场景 真的非常美丽 真的非常美丽 我们团队宣 一定要从中山一个顾客端 写一篇文章 感谢我们市府团队 自由市报言论广场 议约一下 我觉得这一定要让 这个很多的 我们怎么样透过合作 合作资源整合 然后去创造 一个居民的一个幸福的感觉 也能够对大学的人才培育 能够有实质的一个支持 我想等春天花开 建筑一时 我们根本不需要再担心 我们重新要重视 那一个小说 所以刚才施宜特别提到 人生努力最美 我要这么用这个机会讲 使副市长 麻烦跟其脉市长讲 中山大学 有市府团队 还有我们立委 还有我们所谓在地议员的支持 有令中山大学 未来发展不大水 会大地又越漂亮 给你水到 没有办法想象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平安健康 大家平安健康 万事一目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上长的支持 我们也期待未来在这里 可以看见高雄 绽放美丽 同时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人才 都可以在这里发芽 紧接着下来 我们要继续邀请到的 就是我们立法委员 邱颖颖委员 好 那我们为我们大家 带来的这个努力 然后也为我们争取了 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紧接着最后 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 高雄市政府 我们的使者副市长 来为我们致辞 想热情的掌声 来邀请我们的副市长 我们邱颖颖委员 那我们在地的 将来我们议员 邱颖预议员 张胜部议员 李奈华议员 李奈华议委的团队 那还有吴亦成议员 那我们参选掌声 以及所有的这个 我们礼战 以及现场的相庆 那今天首先啊 这个代表市长 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本来市长其实是要亲自来的 但是他现在在顾健康 不是顾他自己的健康 是顾他自己的健康 刚刚校上也说了 除了这个公园 这个后议室 都是自己的健康 不然的啊 那今天这个时间的安排 我今天这个出来的时候 我想说 今天公务局怎么会在我们议会 预算审查的最后一天 安排这种重要的活动 可能是想要调斧离山啊 但是今天来的 这些议员都是自己的 企乎以致的 所以这个调斧离山 不辛苦啦 对 再来我刚刚这个一进来 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参加过这么多 市政各公园的这个建设 真正也看到这个 新种植的这个数目 算到这么粗了 这么大了 表示说 越粗就表示议员 让大家企乎的压力越大了 就开始投资成这样啦 那我想今天在校长 刚刚一番这个非常使命的这个 致死状况底下 你们可以想见了 这里未来 24公顷 加上市长所交代的 旁边16公顷 希望能够也能够 赶快在过年后 能够交给市府代管之后 这一整片达40公顷的森林公园 我想对整个人物 不只是健康之费 可能在我们在这个 今天开幕致死的同时 可能就已经造成最近房价 被这样再增加了 所以我不能讲得太好 哈哈 那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市长 其实我印象所提 应该是大概是半年前 这个因为市长这个 叮叮叮 所以我经常 市府台队 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加班 我记得有一天 是礼拜天还是礼拜六到办公室加班 我就看到校长被市长 跟公务局长叫到办公室 就在谈这件事情 大概是不到半年前 但是我们之后今天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想这其实也是我们为人物 能够注入这个新的活力 健康 付之费 那同时最近 事实上才在一个礼拜前 为此又来人物 我们由城医院区 第一家工厂的动工 所以我想这里 作为高雄的新兴区 事实上是持日可待 那这里还是说感谢 所有的乡亲朋友 议员 立委等等 我们希望未来 跟人物更大的发展 谢谢 谢谢副市长 那我们请副市长呢 紧接着上来刘富 那我们马上要移动到我们左上的设计者 那其实我相信 你也请长官继续往前走 那我相信其实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会跟我感觉到 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场域 所以我这次整体的设计 是一个比较清晰简约的风格 让它在整个自然环境里面 不会那么突兀 但是又有点睛的作用 那加上我们的草堆其实很巨大 所以是用比较插画跟同序式的方式来做呈现 那也希望就是未来可以吸引更多的亲子 一起到这边同游 然后感受年结的氛围 谢谢 好的我们这次可以召集我们的副市长 来到我们的位置 以及我们中山大学的正音要校长 有请 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邱毅英委员 有请 以及我们多位的议员 包含我们的江瑞宏议员 邱俊宪议员 吴立成议员 还有我们的张胜富议员 还有许惠玉议员的团队 还有我们林戴化委员的副主任 也都帮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位置 紧接着我们还要邀请到我们区公所的 人物区公所吴茂树区长 还有我们大社区公所的李伯雄区长 还有我们包吴总队的薛文荣总队长 好那我们待会呢 要跟着大家一起来帮我们 喂我们的老虎 来贴上眼睛 我们先待会再来贴 那也象征着我们一起 如虎天意 喂虎点睛 喂虎天福 好我们还有一位长官 在我们的右手边这里 可以帮我们移动一下 好那我们待会呢 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让我们整个中山大学的人物校区 有大家 因着大家的努力而变成更美丽喔 好那我们现场呢 待会在倒数三秒之后呢 请长官可以帮我们先把 这个后面的双面胶 先帮我们撕下来喔 好那我们待会呢 在倒数三秒钟之后 我们就要来帮我们的老虎贴上眼睛了喔 那我们现场准备好之后 一起看向正前方的摄影镜头喔 好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 中山大学人物校区绿美化景观 正式起用 请长官 姐姐帮我们的老虎黏上眼睛 耶 请大家帮我们看向正前方的摄影镜头 我们一起掌声鼓励 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一起来穿梭在花卉想念当中 一起来健康热情迎接丰收的浮浮年 请大家帮我们比一个赞 好我们一起看向正前方 好那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像我们的委员这样子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pose 好大家可以呢 依靠着我们的浮浮 然后帮我们一起比一个赞 来跟我们的金虎连啊 一起来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看向正前方正中间的摄影镜头 好来我们紧接着看一下长官您的左手边 左手边这一台喔 又请大家来到人舞走村 HOLIO 最后看一下右手边 掌握您的右手边那里喔 右手边这里我们中山大学人舞校区 赞 好紧接着请长官柳布 我们要邀请在正前方 帮我们比一个赞 来我们的人舞赞不赞 赞 好我们这一次 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人舞走村 HOLIO 好我们接下来 还有哪一边摄影镜头有需要画面的 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举手这一台摄影师 等一下我说来人舞走村 大家一起说HOLIO 来我们看一下举手这一台喔 有请大家一起来人舞走村 HOLIO 赞 HOLIO HOLIO HOLIO